姚文志今晚半造势晚会。丁首忠,我踩前走基层。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忠今天,23,被问及关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晚间将举办造势晚会时说,相信民进党会全力动员支持姚文志,他踩不同选举模式,会持续勤走基层。 丁首忠表示,他会踩前走基层的方式来打选战。图中央社 姚文志晚间举办623首都大步走造势晚会 丁首忠今天参加两场国民党党部党员庆生会时受访,媒体询问,关于姚文志办大型造势晚会的看法。 丁首忠说 相信民进党会倾全力支持姚文志,他踩不同的方式把选战,就是勤走基层,他也相信民进党掌握中央资源,整体动员确实可拉抬姚文志选情。 姚文志举办623首都大步走造势晚会。图资料照 至于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出席活动时在演讲提起,年底市长选战很困难,因为他没人力、物力。 丁首忠说 柯文哲已不是素人 马口政治语言 柯文哲握有台北市政府资源,北市府就是柯的竞选总部,向市府局处宣保影片都有柯文哲身影。 柯文哲还推出LINEAPP个人专属账号。 柯文哲还推出LINEAPP个人专属账号。 柯文哲,一步一脚印琴走基层。 外传国民党立法委员韦柯智恩将担任竞选团队总干事,丁首忠说,各方推荐很多人选,目前还在征询意见,还未确定,确定所有竞选干部后,就会对外宣布。 丁首忠出席另一场在大同区举办的活动,并和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,立法委员蒋万安,布袋系大师陈希黄同台。 丁首忠受访时说,国民党台北市区域立委都是竞选总部的副主委。 蒋万安受访时表示,他是丁首忠竞选团队的副主委,副主委更可协助团队打赢年底选战。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首忠今天,23,被问及关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贼晚间将举办造势晚会时说,相信民进党会全力动员支持姚文贼,他采不同选举模式,会持续勤走基层。 丁首忠表示,他会采采走基层的方式来打选战。图中央社。 姚文贼晚间举办623首都大步走造势晚会。 丁首忠今天参加两场国民党党部党员庆生会时受访,媒体询问, 关于姚文贼办大型造势晚会的看法。 丁首忠说。 相信民进党会倾全力支持姚文贼,他采不同的方式打选战,就是勤走基层,他也相信民进党掌握中央资源,整体动员确实可拉抬姚文贼选情。 姚文贼举办623首都大步走造势晚会。图资料照。 至于台北市长柯文贼昨天出席活动时在演讲提起,年底市长选战很困难,因为他没人力、物力。 丁首忠说,柯文贼已不是素人。 马口政治语言,柯文贼握有台北市政府资源,北市府就是柯的竞选总部,向市府局处宣保影片都有柯文贼身影。 柯文贼还推出LINEAPP个人专属账号。 丁首忠指出,姚文贼有执政党支持,柯文贼握有北市府资源,面对年底选战,他会全力以赴,踩不同选举模式,一步一脚印勤走基层。 外传国民党立法委员韦克志恩将担任竞选团队总干事,丁首忠说,各方推荐很多人选,目前还在征询意见,还未确定,确定所有竞选干部后,就会对外宣布。 丁首忠出席另一场在大统区举办的活动,并和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,立法委员蒋万安,布袋系大师陈希黄同台。 丁首忠受访时说,国民党台北市区域立委都是竞选总部的副主委。 蒋万安受访时表示,他是丁首忠竞选团队的副主委,副主委更可协助团队打赢年底选战。